5月3日,嫦娥6号探测器搭乘长征5号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,开启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之旅。 此次任务,嫦娥6号探测器还搭载了欧空局月表负离子分析仪、法国月球冬气探测仪、意大利激光角反射器、巴基斯坦立方星等四个国际载荷。 嫦娥6号搭载的法国月球冬气探测仪,旨在对月球表面冬气同位素开展原位探测,研究挥发物在月球环境下传输和扩散机制。 这是中法首次开展探月合作,也将是法国首个着陆月球航天项目。 据介绍,嫦娥6号任务发射至采样返回全过程约53天。 任务预选着陆和采样区为月球背面南极埃特肯盆地。 它是月球三大地体之一,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。 事实上,中法航天合作由来已久,自1997年,两国政府签署合作协定以来, 一系列举措在载人航天、深空探测、对地观测等领域有序展开,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。 2018年10月,中法两国合作研制的首颗卫星、中法海洋卫星成功发射。 两国元首互制贺信,中法两国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,成为中国航天工程国际合作领域亮点。 2023年4月,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,中国向法国赠送了1.5克月球科研样品, 这份来自月球的土特产,帮助中法科学家进一步探寻宇宙的深层奥秘。 有同时,有同时,在地面上的观察和岩石融、 在地面上的地面上的研究、 和地面上的地面上的研究和地面上的研究。 伯斯克表示 近年来 中国在航天领域取得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的月球与深空探测计划雄心勃勃 未来将探测更多地外天体 法国正寻求与中国开展更多合作 近年来 中国、美国、俄罗斯等国家 相继发布一系列探月规划 掀起新一轮探月高潮 有外媒渲染 中美正开展冬月竞赛的不实言论 对此 伯斯克指出 这些月球探测项目 非但不是竞争性的 而且还彼此互补 从我们的观众 这不是竞争性的 这些目标也能复杂成功 这些目标也能复杂成功 在社交媒体的社交媒体